现在是凌晨不到5点半吧 扫了肿子里 一会儿飞香格里拉 然后这次的徒步形成的基础海拔是在3700米 那这一次呢还是应十足鸟山鸡课堂的邀请 来到了香格里拉带领千湖山的高海拔徒步 然后后来到达这个大门里人带个铁皮房子这一块 我们现在出发去林卡的后山 做一个热身海拔适应 我们不是住这边了 那我们还要去拍酒吗 还是拍人 拍人 饭后呢还是这个松波明晓 那我就不参加了 就是让我们的小伙伴们好好体验享受吧 早上起来的林卡 这次又见到好多以前的老朋友 少年跟我爬哈巴的 张老师 我们已经到达了这次徒步的一个起点 千湖山的起点 这边写的是千湖山红军长征徒步旅游路线 其实来过香格里拉这边的徒步路线很多很多条 包括阿布吉措呀 普达措呀 巴达措呀 这个千湖山 其实风景的类型比较一致 现在是春天溶雪的季节 地上也都非常湿滑 小达我们午饭的地方 应该在紫牛了 今天呢 稍微偷了个懒 我们这个队伍呢 有一部分上一部分下 我就跟着那个下的部分的那个队伍了 所以很早就回到那个林卡了 终于赶上吃这个下午茶了 以前工作都赶不上 那现在是晚上的十点半 估计是阿尔阳还挺难受的 其实真的很难受一个人在这个酒店里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那个陪伴小朋友弥补他 就给他买了一个这个 曼大洛人和绿色宝宝的这么一个乐高玩具送给他 为什么我喜欢曼大洛人呢 是因为那个曼大洛人的那个故事里 他总是去世界各地去各个星球 但是永远去带着那个身旁的那个绿色的小宝宝 其实我也很想带着我的孩子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地方都是高害的吧 他不适合来